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最近的消息呢 却让很多人有很大的失望 第一季天色的声音音乐合伙人是张少涵 王力宏 胡彦斌 苏友鹏 四位歌手在乐坛都是歌有剑术 也算是分量很重的歌手了 到了第二季的天色的声音音乐合伙人是胡彦斌 张少涵 胡海全 孟美琪 录制之间是12月17号 对音乐合伙人的定位呢 参照第一季的参考度 应该是四位乐坛都有剑术的歌手 但是第二季最终确认出来的音乐合伙人名单 出现了孟美琪这位歌手 在之前官方宣布的一些证人中呢 曾经看到了 毛不易 周深 华成宇等人的照片 大家都以为天色的声音第二季可能会从 毛不易 周深 华成宇三位歌手当中选择 作为音乐合伙人的身份参加全程录制 殊不知之啊 只是小小的六分 然后现场的消息曝光 引起了三位歌手粉丝的一部关注而已 作为已经公布的这个阵容来说啊 大家是非常不能够满意孟美琪的 毕竟她和其他三位歌手完全不在一个档位 孟美琪的档位呢 更加偏向于飞行合伙人的身份吧 让她与曾经的导师胡彦斌都坐在台上 不知道胡彦斌会怎么想呢 从出道时间上讲的话 胡彦斌 张少海 胡海权 哪一位不是我们 而是听他们歌曲听到大的歌手呀 那个时候孟美琪估计还只是个学生呢 所以出道年线限定了 孟美琪可以在台上发挥的空间 如果孟美琪作为天赐的音乐导师 不知道有几位歌手会选择她合伙呢 在节目组没有剧本的安排之下了 在这个节目中 本身第一集反响就没有说多么的惊艳 第二季的导师又没有实力的话 那么可能天赐的这个声音的节目呢 也就可能和我是歌手节目一样走向了瓶颈了 然后自己恶住自己的脖子 说节目停办 如果说天赐的声音举办最有看点地方 那能够被人们想起来的只剩下毒蛇丁太生了 丁太生在点评完萨鼎鼎的表演之后 被观众疯狂的重骂 最后离开了节目 节目组在丁太生没有参与的几期里面 可能发现了收视率不好 或者为了制造话题等其他原因 没有几期丁太生又回来了 对于天赐的声音二 你们是否会希望 看到丁太生继续与乐评人的身份 出现在这档节目里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并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